相较端午廉假的好天气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周一起全台都是游雨的天气形态 而华东地区未来的天气变化又是如何 在新闻的最后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东午廉假结束 好天气也跟着结束 受到梅雨季滞留封面影响 周一起全台转为游雨天气形态 华东地区则在周二有明显雨势 留意短暂正雨或雷雨发生 因为封面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影响比较小的 就是我们的可能没有是不会像西半部这么大的雨市 像目前大概西半部都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一个地方发生 但是花莲这边大概就是比较偏向于局部性的雷震雨 然后雨是可能不会像前天那么大了 8号、9号、10号、11号、12号 大概都还是一个局部性或是整个花莲有一些雨的情形 然后到13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花莲大概就封面北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花莲大概温度会上升 然后天气会比较转好的一个情形 然后目前看起来高温在这两天高温都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我们还在受封面的影响 然后高温要到10号以后慢慢的才会比较偏高一点 大概就在28、29的情形 然后到期末13、14的时候 高温更可能上到30度 然后踢感温度可能更高 因为太阳出来了 我们在户外中午的时候 可能在重谷地方温度会更高 然后低温大概都持平在24、25度的附近 所以未来这一周大概我们要等到周日以后 花莲的天气才会比较好 封面影响 这周最低温来到24度 一直到周六都会有明显雨势 周日水气才会趋缓 而花东地区受地形影响 与施照其他地区缓和 仍提醒民众出门做好防疫 拭带雨具 留意雷震雨的发生 记得蒋邦彦林氏报导